駕駛 看看冠軍組合他們在當中的表現量 是嗎?很穩定 剛才你提到他們抱持合作 即是他們兩個人的姿勢動作 我們叫做那個駕駛 那個frame 那個駕駛也做得好 音樂運營也做得好 他們獲得冠軍 是 亦都恭喜這個11歲以下的運動員 看到幾對選手都很努力 接著就是今天另一項的比賽 就是35歲或以上的公開賽 第一組是201號的劉啟斌 紅瑜 接著有202號的陶錦員 李翠碧 210號的趙建文 黃玉珍 210號的趙建文 黃玉珍 211號的蘭宇 剛才都見過211號的蘭宇 和劉日文 264號的蘇傑宗 楊玉婷 黃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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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將年齡組變 提升了 這組就是35歲 大家看到 35歲就是成熟 有特別的味道 我看到 201號的劉啟斌 和紅紅瑜 非常穩定 那麼快的轉動 不停的轉動 是不容易做的 我們叫這個動作 叫Pulvet 202號的陶錦員 和李翠碧 他們的表情是一種優雅 一種愉悅的一個感覺 這個就是趙堅文 和黃玉珍 是的 他們較早前 在50至59歲 排名賽裡面 就拿到一個第一的 是的 現在挑戰35歲 挑戰一些年輕的 看看成績又是去到哪裡 201號 我們看到剛才說的T字位 對嗎 肩膀肩膀就是一個T字的上面 打橫那一洞 背脊就是打洞 211號 蘭嶼和劉日文 這個動作很漂亮 好了 接著來第二隻的頂角 然後剛剛經過了華爾茲 接著第二隻的Tango T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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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的肩膀上面 是我們叫做格拉底的位置 手臂下面 這個就是Tango最特別的地方 唯一一隻五隻舞裡面 女士的左手 她的擺放的位置是不同的 這個擺放的位置 女士的左手 是令到探歌舞 很多左轉的動作是更加快的 210號 這是211號 剛才我說 欣賞男士 她身體的脊椎 背鮮的部分 保持得很好 對呀 就是男女和劉日文 沒錯 剛才他們在50至19歲 都競爭得很激烈 分數很接近 而分出冠亞軍 沒錯 沒錯 好了 經過完畢探歌舞之後 來到第三隻 就是維也納馬爾茲 好了 現在準備第三隻的比賽 當然我們要留意 就是264號的蘇傑忠 和楊玉婷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是 第一 他們年齡較為輕些 第二 他們在較早前的排名賽 拿了個第二 是 就是202號的陶錦緣和李翠碧 好 好 這個組合 那個男士的背線 都保持得不錯 說到這個背線 也要說另一個秘密 就是服裝上的秘密 在標準舞上的 男士的燕尾 服裝的做法 和普通燕尾上的燕尾 做法不同 有甚麼不同 這個做法 你知不知道他們做這件衣服的時候 那個模特兒 是要架起一隻手來做的 所以你看到他們 閉起那個背 那個手 零整個T字的時候 那件衣服不會斥起 嗯 平時我們西蘇垂下來的 這個皺 這個皺不是垂下來的 當你掛起的時候 那個皺是橫的 所以這個是秘密來的 這件衣服是平滑的 那變成這件是戰衣 沒錯 就不是平時穿那件 如果你說平時穿這件衣服 一垂下手 它有很多雜 哦 那真是一個秘密 今天又學到 先幫你蟹帶 剛才說 你用普通的燕尾服 去跳這個舞 你的肩膀 一拿起手 就會縮起來 縮起來 縮起來就不好看 所以不可以用 所以戰衣的做法 是不同的 那個剪裁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那個年齡的分配 再重新分配到 那個名菜的年齡的組別 在2022年 會作為一個新的年齡組合 安排 大家記住要留 那師二也說到 在新的一年 可能有年齡上 一個新的組別安排 也給了機會 參賽者 在這段時間 可以有較多休息 沒錯 說多兩句 然後來到第四種舞步 即是虎布舞 很寬容 雷士 男士很鎮定 剛才看到那個 開步 很多次都用 我們叫做一個 羽毛步 這個步法的尾巴 那個尾巴 264號 剛才的 蘇杰宗和楊玉婷 這個架 就保持得很好了 這個架 就保持得很好了 這個架 就保持得很好了 轉動 轉動 重心都保持得很穩 很穩 是的 很穩 首先 鄰居的手 現在女士的左手 就放在男士的肩膀上面 唯獨是Tango 就放在下面 這個是趙健文 和黃玉珍 210號 264號 經過了胡步步之後 很快來到最後一個舞步 就是Quick Step 快步舞 好 各位運動員 就留意了 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香港體育保護衝會 首次與元朗公議會合作 是舉還我們的體育舞 好 牆上面我們看到 剛剛跳完四隻舞 就會進行 這個組別 35歲以上 公開賽人標準舞 五項 最後一隻舞 這隻舞 就是很考驗體力的 跳到現在 其實已經是相當疲 馬上就要進行 最後一隻 210號 趙健文 黃玉珍 是的 我會看到她的體能 會不會 所以就是 給另一組 就給了下去 是 都不錯的 他們 因為他們跳到這隻舞 仍然可以保持 好像第一隻舞 那樣的姿勢 是 很寬容的 264號 我們看到中間 就有點離開了的 對不對 是 是 對 稍微 是 稍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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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也 超好 就是他用了的時候,他就少了。 剛才看看慢鏡頭。 264號。 淡哥。 淡哥舞的動作。 已經是豐富成績了。 第三名是202號的陶錦元李翠碧。 第二名是蘭宇和劉逸文。 而冠軍是210號的趙健文和王玉珍。 剛才的賽事也是這樣。 210號是第一。 211號是第二。 其實都難分難解。 積分應該都很緊。 是啊。 這次的頒獎嘉賓是阿周體育武道總會秘書長, 是負責頒獎的。 是來自中華台北的葉榮宇秘書長。 今天鏡頭看到趙健文和王玉珍都可以說大風修話。 在兩個不同的組別都能夠憑著好的表現拿到第一。 剛才你也評價過他們兩個, 譬如這裡可否有其他的評價他們拿到第一呢? 這個組別有幾隊都跟剛才一樣, 雖然有些組合可能會加入來新, 但始終210號趙健文和王玉珍都能夠保持到 穩定的水準,可以發揮到。 這個保持穩定很重要。 是啊。 因為始終是兩個人的舞蹈。 譬如我們說他的保持姿勢, 那個架,那個frame, 男士和女士, 即是手搭著那個架, 很多時候我們說, 如果他體力不夠, 這個架就會很容易累, 就會出現一些張力。 這樣的時候, 大家就會跳得很辛苦。 看看成績, 35歲或以上標準的五項公開賽的冠軍 是趙健文和王玉珍, 五亞軍是蘭嶼、劉日文, 而第三是陶錦媛和李翠碧。 趙健文和王玉珍今天先後 在兩個組別都獲得第一。 是啊。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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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回冠軍他們的表現。 你看到了嗎? 你說得對, 就是他的穩定性兩場比賽 都可以保持這樣的水平。 不過來進行之前, 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看了很多决赛 一会儿再来欣赏渔夏的排名赛 以及专业组排名赛和百灵组比赛 很精彩的 千万不要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